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我想跟大家分享多一点关于处世智慧的内容 上一次我分享过的关于讲是非关于手末 其实大家的兴趣都挺大 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都留言 跟我说这些 topic 我挺喜欢听的 因为挺实用的 当然我讲经济 讲一些世界局势 大家都是update到新的知识 但是这些很实用的东西大家可以即时拿回去上班就用 你当人相处就即时用 所以我会持续地找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我想跟大家讲讲讲电话 因为讲电话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特别在办公室里面的电话 原来是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 今集我讲讲了 经常sale你们 sale和口水干 VIP的会员都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加油 首先讲讲故事 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叫小陈 也是用小陈这个例子 小陈有一个舅舅叫王总 上次都跟大家讲过 王总就是他裙带关系 小陈也是一个初级的员工 小陈今天跟他的同事是朱经理搭议的 朱经理本身有些事要小陈做的 那小陈应该是准时回来上班 但发觉10点都没见人 9点就要上班了 那朱经理很紧张 就觉得找不到小陈 就打电话去找小陈 结果打到他家里 他老婆听电话 小陈的老婆就说 小陈已经刚刚出去了 他正在回来了 那你稍等一会儿 其实朱经理听得出 小陈还在旁边睡觉 就是还没起床 那他就很生气 那没办法了 只能算了 那等一会儿 收了线之后 小陈打电话来了 就说 朱经理不好意思 今早早我舅舅王总 叫我做些事 所以我突然间不记得跟你说声 我就冲了去做了 那我还跟他说 叫他打给你和你单声 结果他可能没做 真是不好意思 我立刻回来的 麻烦你叫秘书做住先 那我稍后回来帮你处理 那朱经理也没说 因为你拿个上司来带我 那些人说 好啊 下次你注意一下 记得早点提我 一收线 其实朱经理已经兴了伙事 在骂人了 那同事就问了 小陈那回不回来啊 那朱经理就说 不用回来 不用回来还好 都不用他做了 接着电话这个时间响了 那朱经理拿起电话 准备听的时间 但他怒气还没消 还在骂小陈 这些人 借着总经理的群带关系 其实这个总经理有什么了不起 又是靠什么什么上位的 这些人都不是做事的 这帮人 接着他就这样说完了 接着他拿电话听的时候 喂 这样 接着就面色惨白 面都青了 那大家应该猜到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总经理真的打电话给他 就是跟他说小陈那件事 因为真的小陈那件事 叫总经理打给他 拿上司来压他 结果就糟了 朱经理就吓到铁青 立刻说 就说黄总联校 总经理联校 接着就很尴尬 故事就讲到这里 其实那个故事 有很重要的 lesson 在里面 其中一个 lesson 就是 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讲电话 你如果你是没收线 或者是你没确定对方已经和你断线的时候 你有时心里面那句就不要说出来 因为其实讲电话的时间 你排面那些东西 当然是很听冠冕堂皇 不会得罪人的 但心里我想了一句 其实对方不知道 那你收线都没收好 你已经骂人的时候 被人听到那怎么办呢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认识一个朋友 新朋友 我对他印象都挺好的 本来想着会继续交往的 那个朋友 但是这个朋友 有一次邀请我去参加 一个 seminar的时间 他就邀请我说 那个 seminar很好 值得听 我都答应了说他听的 但是他收线的时候 他就没有断到条线 我们各自说了拜拜 我说拜拜下星期一见 接着他说搞定 跟旁边说 搞定是什么意思 搞定当然是搞定我的 即是你搞定我什么 我估计就可能你到时会估我的东西 或者是不知道是做些什么 总之应该是对我不利的东西 那我也都因为这一句说话 搞定两个字 就和这个人断了关系 当然我没有去过 seminar 也都没有再和他联络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有些阴谋 当你不能够相信 一个新朋友 他的动机的时间 你就自然会断开和他联系 很正常 那这个很重要的 lesson 就是你讲一句说话的时候 可能你一个小小的失误 你就会破坏了整件事 而这个朱经理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失误 最后他是坐冷板凳 一路都没有升职 一路就坐到退休 那这件事是真人真事 那其实你说朱经理应不应该生气呢 他绝对是有资格去生气的 因为小产借着裙带关系这样压他 但是董事长就是董事长 办公室有办公室的伦理 你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不是有些东西在你那边就可以去讲 然后得罪了老板的话 你就死硬 不要说道理在你这边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另外朱经理做错的事呢 就是他使用电话的技巧 就有问题的 其实你是一个经理 你应该有你的下属 你的下属应该是帮你 先隔一隔你的电话 因为隔一隔就很多事都会解决的 譬如说我们打电话给老板 肯定有秘书台先隔一隔 知道你是谁才接上去给老板 其实不是说耍大牌这样做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阶级的观念 在做事里面是有需要的 譬如说如果两个都是老板级的人 这样算吧 当你两个都是老板的时候 如果我是没有秘书 你是有秘书的 你应该是给你的直线给我 让我可以直接触到你的 那我们就不会尴尬了 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次打电话一来 我都会经理秘书才触到你 但大家认为是平等的关系来的 那我便会觉得我被看低了 那慢慢我会对你产生不满的感觉 反过来 如果你是没有秘书 我是有秘书的 我叫秘书打电话给你的时间 秘书是直接接触到你 然后秘书再跟你说 李老板你好 我们老板陈总想跟你通电话 麻烦你等一会我接过去 其实你多小心里面都有一些不爽的 那这个就是个平等关系的重要性 那另外董事长其实也有个lesson学得到 因为董事长当然啦 起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听到朱经理骂他 那但是其实他有几个选择的 其实他有先收了线的 先收了线 扮没东西 转头再打过去的时间 朱经理也不知道谁打过来 他也不肯定你有没有听到 他骂你 那大家就可以在台面上扮没东西 就不用说破 但是总经理当时的做法就是 继续讲这个电话 那结果就死了 放了朱经理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被人骂的时候 背后讲坏话的时候 你都要考虑一下你长远的关系 想怎样铺的 如果你是想要这个关系继续 可以表面上维持和谐的话 你是应该假扮听不到不知道 如果不是就会变上 好像他们的局面 变得很僵很尴尬 另外如果你们是一个生意的关系 比如说一方面要打给另一方的可能你是谈谈生意的 那你就发觉你经常都找不到对方的时间 就最好不要说我找了你很久了 就是这样说其实是一种示弱的 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有竞争关系的 不是纯粹是朋友关系的 当你竞争关系的时间 你说我找了你很多次了 其实就等于你示弱了 你就容易在你的交易里面失利的 所以就算你是真的找到他 二十次都找不到他的时间 如果对方就跟你说 他说陈老板真的不好意思 之前我没有听到你的电话 你是不是召唤过我 你都一定要回答 你说我没有啊 我都是第一次打来就打通了 就是你是死都不认 你不停找他的 当然你的电话的来电显示 你自己想一想怎么处理 总之是要保持着一个平等的关系 当你在谈生意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朋友或者是亲人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你妈妈跟你说 哎呀儿子我找了你很多次了 那么另外一件事 就会觉得我好像太忙 我没有你家人 我会去主动处理回 那么家人就不在此限了 另外有一种讲电话的礼仪 都要大家去注意 譬如说你和一个朋友 在吃饭 然后吃吃饭 你又有个电话进来了 那么这个电话 是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你的 这个朋友可能是同事 可能是朋友的关系 那么你和他讲一下的时候 譬如说你和小强通电话 你旁边就是小明 小明他们两个自己都懂的 那么你就不要和小强说小明 现在在旁边 你要不要和他讲一下 因为这样说好像很体贴 好像说就是connect a friendship 是不是 那么其实应该就没什么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要想多一步 就是你不知道小强和小明 现在有没有牙齿因的 就是有时每个人 在不同的时段 会和不同的人产生牙齿因 或者严隙 我们是不知道的 当我和小明吃饭 我和小强通电话的时候 就算他们两个识 如果我问他们想不想通电话的时间 其实你会把对方放在很尴尬的情况 如果对方是互相不喜欢的 那怎么说呢 难道就说不想啊 我不想和他说话 结果如果他们硬要说电话 就很尴尬了 变相就是好像你逼了两个有冲突啊 有严厉的人硬硬要说电话 对你自己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如果你想表达这个意思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 就是他们两个可以自己通通电话 但是你又不想犯了 刚才那个错误和危机的时候 你只需要说 小明现在在我旁边和我吃饭 那说就OK的了 如果小强真的想和小明通电话 他会自己要求和小明通电话 那你两个就可以给他们接触了 那也不会令你尴尬了 分享完这里 大家都应该觉得 哇 原来真的很出奇 因为我去研究这些书的时候 我发觉中国人的礼仪、伦理 就是办公室伦理、工作伦理 还有里面那些阶级的观念 原来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很小的细节 你想得只要不够周长 你就会得罪了人 而得罪了人 可以是原来是没有了线路的 就是一件完全没有心 就会得罪人 就会没有了线路的事 所以我都承认 原来我以前是非常不小心 这些东西是经常会觉得 我心里面对人好就行 一定没事的 就是你会这样想 原来是错的 得罪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希望大家都以此为鉴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阴谋阳谋 下次谈 今天我想讲讲一个论点 就是如果我说 中国过往几十年做的事 是令到世界的贫富差异 去减低 或者也是去减低 世界贫富懸殊的唯一希望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以下有一堆数字去支持 今集就讲讲了